牛皇话说陈华丰蒙山人 圣鼠的一天因为天气炎热 他来到野外的一棵大树下躺下乘凉 忽然一个人奔跑过来 头上带着围领匆匆忙忙地跑到树荫下 搬起一块石头坐下 挥动着扇子扇个不停 脸上汗流如枝 陈华丰坐起来笑着说 如果把围领解下来 不用扇也可以凉快 莱克说脱下容易再带上就难了 二人便攀谈起来 客人言辞含蓄文雅 说这时没有别的想法 如能得到冰镜的好酒 一道清冷的芳香植入咽喉 炎热的暑气就可消去一半 陈华丰笑着说 这个愿望很容易 我可以满足你 便握着客人的手说 我家就在附近 请赏光 客人笑着跟他走了 到了家 陈华丰从石洞中拿出藏酒 酒凉的镇牙 客人高兴极了 一口气喝了石杯 这时天快黑了 忽然下起雨来 陈华丰便在屋里点上灯 客人也解下围领 二人开怀痛饮 说话间 陈华丰看见客人脑后 不时露出灯光 心中疑惑 不多会儿 客人鸣鼎大醉 睡在床上 陈华丰一过灯来偷偷一看 见他耳朵后边有一个洞 有酒杯大小 里面好几道后膜间隔着 像窗帘一样 领外有软皮锤盖 中间好像空空的 陈华丰害怕极了 暗暗从头上拔下簪子 拨开后膜看看 里面有异物 形状像小牛 随手飞出来 冲破窗户飞走了 陈华丰更加害怕 不敢再拨动了 刚想转身走 客人已经醒了 吃惊地说 你偷看我的隐秘了 把牛黄放了出去 可怎么办 陈华丰询问缘故 客人说 既然已经这样 还隐瞒什么 实话告诉你 我是六处的瘟神 刚才你放跑的是牛黄 恐怕方圆百里内的牛 就要死绝了 陈华丰本来以养牛为生 听了非常害怕 向客人恳求解救的办法 客人说 我都免不了罪责 哪有什么办法解救 只有苦生散最有效了 你要广传这个方子 不要存思念就可以了 说完 拜谢了陈华丰 告辞出门 又捧了一把土堆在墙壁的看中 说 每次用一盒便有效 客人拱拱手就不见了 过了不久 牛果然病了 瘟疫蔓延开来 陈华丰想自己专利 把治病的方子密藏起来 不肯传人 只传给他弟弟 弟弟按方子仪式 很神艳 但陈华丰自己照方子给牛吃药 却一点效力也没有 他有四十头牛 都快死光了 只剩下四五头老母牛 也奄奄一息了 他心中懊恼 无法可使 忽然想起刊中的那蓬土 心想也未必有效 姑且试试吧 过了一夜 牛便都起来了 他这才醒悟道 药之所以不灵 原来是神对他私心的惩罚 几年以后 母牛繁育 又渐渐恢复到原来的近况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